前三地带因临近人类聚落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但人类活动也关系到物种的存亡 民物局为了落实国土生态保育绿色网络计划 由平科大进行高屏区域内的生态资源盘点 初步规划建立北高雄越世界 高屏西草销 东屏东猛禽 前三林地四个生态狼道 并针对盘点出的物种所面临的问题进行讨论 让大家了解我们整个高屏地区 在前三生态这边所面临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是透过这一次的一个交流讨论 把我们现在所收集到的一个资料 那这些盘点的一个内容 大家共同来指认说我们这一些地区 到底有哪一些是我们的一个生态潜力的热点 那在这生态潜力的热点之中 我们如何去做一个生态的一个串联 结合场观学界针对政策执行经济三方面进行讨论 希望建立完善的高屏地区生态狼道网络 除了需要全属机关社区团体的加入 更需要社区与部落投入修补生态狼道的行动 从地方出发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因为其实地方的角色 它当然就是协助政府机关去做地点的修补 然后从下而上的去改变这个地方 去修补这样的一个绿网 林物局目前与高屏六个原乡部落合作 推动狩猎自主保育与森林采集两项计划 就是要结合逐人山林资源利用的保育知识 除了打猎寻山以外 放那个自动相机 可以做监测的一个动作 不管是数量 还有它目前的一个状态分布 等于说我们跟林物局一起合作 一起守护山林 林物局表示前三生态系涵盖了 里山 离海 农村等大范围区域 希望透过政府所推行的国土绿网计划 以环境生态保育为原则 能带动社区与民众 从友善环境生态保育做起 原始新闻歌手 屏东内普采访不到